我们集团现在面临的困境 可能也是一个新的机遇 痛痛嘴皮子 就能把困境变成机遇 你信吗 我提议 罢免宋言旭总裁一致 必须要给公众 一个合理的交代 许董 作为集团最大的股东 您表个态吧 我 不同意 结果已经很明显 罢免总裁的票数 还远不及办数 施总 你什么意思 还有你们 你们弄得清楚现在的情况吗 只有我 只有我宋辰 才能拯救科威你们不明白吗 不一定吧 各位 因为我的失眠症 给集团带来了负面影响 我想各位之前 在我得失眠症的这段时间 我真真切切的理解到 失眠症患者 在遭遇怎样的痛苦和折励 同时 作为一名失眠症患者 我真正的理解到 最真实 最客观的客户需求 所以我觉得 我们集团现在面临的困境 可能也是一个新的机遇 对 痛痛嘴皮子 就能把困境变成机遇 你信吗 你信吗 你们信吗 下面我将公布一下我整理的计划 这个计划 会让我们度过眼前的危机 同时让集团的发展 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近期 我已经和欧洲顶级酒店管理集团 达成了合作意向 他们将和柯温一起联手 推出一个全球性的 专门针对睡眠障碍患者的 心理治疗主题酒店 而且这个项目 已经跟著名医疗投资机构 达成了百亿美元的资金意向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么大的项目 你这么快就能落地了吗 哎 各位 你们要搞清楚 你们的股价一跌再跌 让你们损失惨重的是谁啊 是他呀 宋延续啊 你们要罢免他的呀 股价的事情大家不必担心 刚才我提到的项目 和投资计划已经全部谈判完成了 就等董事会通过 一旦利好消息放出 股价回升 各位的股权比例收益 将会大大增加 好 是吧 行动力真强啊 是啊 好 这也想冒险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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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大家没有意义 下面我来阐述一下 具体的执行方案 延续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徐叔叔 谢谢你支持我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可问只有交给有爱的人手里 我才放心 延续 恭喜你 这段时间啊 可把大家吓坏了 真心为你高兴